小逼法国拍婚纱 10月上海婚 从此我属于你 baby的脸书粉丝页 昨晚冒出一丝婚讯 哎呀今天就成真了 据悉baby在法国坎城影展 宣传完寻龙绝后 很交往五年多的男友黄小明 在巴黎会合 前往风丹百路公拍婚纱 小两口返回北京工作后 会在小明的老家倾岛领证 婚期定在今年10月 只会在上海展览馆艳客 小逼自从2009年相恋以来 原本走低调路线 2014年baby25岁生日 小明人都快递送上领导建议 跑车大力 正式公开练琴 之后小蓝狂爱的足迹 踏遍世界无时不放缠 其实说什么过失意 结果大家都知道 但不管欧佛十一年来 都会有十一杯礼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4月时香港一周刊预测 婚期就是10月 今天愚人节的孝敬 你不再相信他 我肯定会在10月1月 你肯定就在10月底之前的婚礼 不会出国办 我真的想跟所有的朋友说 不用送结婚的一路 他们来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因为 对也是我们为什么 可能在国内做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希望 朋友能够来起来方便 在国内的话也方便 中国的Online 早就在规划了 不倒 大家好 我是远远 每周是中午12点半 在苹果Live 由饭局小姐 陪大家共度午餐时光 好